大家好,我們是PiGirls 我是山芋 我是萌萌 我是小趴 很高興有機會參加這次Eagline國際女子嗨客松的比賽 基於本次大會所制定的女性安全空間題目 PiGirls希望能提供專屬女孩們的發聲管道 不管是想提醒危險的事情 或是想要跟其他女孩們談天說地 都歡迎使用我們的網站喔 那基於上述目的 我們網站主打三大功能 功能一是色狼地圖和色狼雷達 色狼地圖主要是將曾經發生過的危險事件 利用MARC在地圖上呈現出來 而色狼雷達則是讓女孩們能及時知道 現在自己有漏身處在危險區域中 功能二是事件通知 針對你所關心的地區 系統在有新事件發生時 會主動寄信通知使用者 功能三是匿名討論 為了讓女孩們能更加的暢所欲言 我們討論的部分都採取匿名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先介紹色狼地圖 系統會根據使用者目前的GPS定位 當作地圖的中心 圖中的藍色小點就是我們事件的MARC 點選一個感興趣的MARC 就會出現詳細的事件描述窗 上面顯示的是事件標題 中間則是事件描述與該MARC的接警圖 這邊我們有提供一個Agre button 當其他女孩也同樣受害於這個事件時就可以去點選 然後系統就會去統計受害於這個事件的總能數 並顯示在右上方 這個例子代表的是曾有四個女孩受害於此事件 在此視窗的最下面我們還有提供回復功能 讓女孩們能針對此事件做進一步討論 這邊我們採取匿名機制 讓大家能暢所欲言 在地圖上我們會發現有另一種愛心的MARC 這種MARC代表的是安全的場所 例如警察局 所以我們的地圖不僅標示出危險的場所 也會提供安全的場所 當女孩們遇到危險時 可以知道該往何處尋求協助 接下來介紹事件回報頁面 在左方將事件名稱 事件描述 受害時間填好 然後在右方的地圖點選事件的發生地 最後按下送出鈕就完成了 此時頁面會跳轉回色狼地圖 使用者就可以去確認 剛剛回報的事件有沒有成功 接下來換射狼雷達的部分 為了讓我們使用者能夠即時得知自身的安全狀況 若周圍200公尺內出現了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危險事件 則會利用動畫提醒使用者應該避開危險區域 如同這畫面上呈現 藍色的圓圈代表目前所在位置的周圍200公尺內 若我們開始往上面這一個危險事件mark前進 一旦出現在範圍內 則會有一個彈跳的動畫 要吸引使用者注意並避開 以保護自身安全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是使用者資訊頁面 在這邊使用者可以填寫他們想要關注的地區 有打勾的地方表示就是使用者想要關心的地方 如果想要新增的話 就把地區的格子打勾按下按鈕 如果之後使用者關注的地區有新的report出現的話 我們將會寄信通知使用者 為了增加趣味性以及可愛的感覺 我們有了190多種icon 會隨機當成使用者的大頭貼 這就是網站的主要功能介紹 謝謝大家